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 双手拿起来 插腰蹲一下 蹲一下 轻松蹲蹲 好 准备双手拿起来 我们过香运动 很好 来 左边右边胸口打开 1 2 1 好 要转转腰喔 转过去 回来 再来一次 1 2 1 好 来伸展一下 倒过去慢慢回来 好 换边 1 2 再慢慢回来 我们转圈圈好不好 一大早把你的腰转开来 好 来 换边 好 忘记哪一边了 没关系 再来一次 一大早把 胸口打开 速度慢慢快一点点 好 再一次 直接快地回来 再来 左边右边倒一下 1 2 1 快地 Go 呼 哈 伊斯 哈 伊斯 哈 伊斯 哈 動髮 動髮 伊斯 哈 嘿 好 來 再一次 直接 快的 可以喔 來 伸展一下 五 六 往前面畫個圈圈 到後面 傳一下 想像一下 我們就在花東縱湖的旁邊 好 來 軟身完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 文建杖之花 美美老師 耶 老師 接下來就交給你了 好 好 準備踏步 很有活力耶 TEMPO 很香 來 勾腳 一 二 踏步 勾 勾腳 好 有精神 踏步 踏步 好 踏步 沒有的 踏步 再來一次 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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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準備踏步 踏步 來 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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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還不在 轉被指揮 腳偷 拍腳 受迷途了 走 來 拍腳 準備要打拳了 馬技很有精神 好 上面 好 來 回到踏步 好 往前勾腳 再來 很好 腳越彈越高 很好 腳 往後 推牆 轉轉 再來 來 來,滑翔 打拳 打拳… 有 準備 準備 拍腳 來挺高 準備打拳 上面 再來打拳 再來打拳 上面 來 沒關係,沒關係,可以的 一 來,回到踏步 好,來 來 來 招呼吸 好,準備要緩和了 來 深呼吸 吸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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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慢慢的喔 來,往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真的是太有活力了 我們的美美老師 美美老師 平常都是由妳帶著大家一起運動 對,就是我們其實有一個專業的老師 來帶領長輩 那老師不在的時候 就是我來負責來跟長輩呼吸 是,妳節奏也很好啊 跟長輩學的啦 那個節奏 而且我從他們的歡呼聲跟出拳的聲音 感覺到他們特別有活力對不對 對,他們都是年輕人 是不是都是年輕人 就是 對 不要小看 在我們原動力的文化健康站裡面 聽說文件站還設計了一些活動 要提供給年長者一起來參與 究竟有哪些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歡迎新北市樹林區 援助民族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忠麟,陳理事長 大家好,我是陳忠麟 理事長好 謝謝 很開心啊 今天是第二次光臨 原動力文件站 上一次是過年特別節目 對 我們發現這邊的爸爸媽媽 對於遊戲類真的還滿厲害的 很厲害,他們真的很厲害 是,平常一定有練習的啊 我一眼望過去 他們在玩的這個牌 就是我們眼前的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以色列麻將 以色列麻將 對,它其實是數字 透過算數 然後顏色的辨別 跟組合排列 來去玩這個遊戲 三個邏輯要同時貫通 對,當然 難怪,這個也算滿騷腦的 有時候腦袋打結的時候 就會解不開 聽說還有辦畫展 有 我們長輩就是畫畫 他們已經畫了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兩年多 對,然後在今年的九月 我們辦了一個畫展 辦在哪裡呢 辦在樹林火車站的二樓 演藝展那個地方 那要辦一個畫展 其實作品的數量也要不少 有幾件作品參加 大概有 其實我們是精挑的 那大概挑了五六十件的 是,然後我剛看過去 這個問題上還滿特別的 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是… 聽說這裡還有獨家的秘方 叫做精力湯 對…我們有一個 原動力底固食堂 原動力底固食堂 對,然後我們就有 每天早上都會準備一個 長輩的精力湯 就是像這樣 就在這裡了 對… 好,理事長 這一杯還滿有重量的 對… 這口感很豐富耶 蘋果、奇異果、西洋芹 所有的維生素、維他命都有了 都有… 所以是長輩最棒的 早上的精力湯 對啦,因為其實有時候 可能牙口比較不好 對 或者說它硬的咬不動 其實用這個精力湯也不錯 對,補充所有的營養 對,因為我們節目一直在告訴大家 營養的攝取對於年長者 不要說對於年長者 對於大家都是很重要的 對 可是講到吃 其實阿美族人算我們 都是吃野菜的 對… 可是聽說這裡有野菜 可是我怎麼看都不覺得 這裡有野菜 我們野菜是在秘密基地 在樓上的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對 好,那我們就帶著觀眾朋友 一起來認識囉 蘋果 嗨好 嗨好 哇,你可以整理的這個是 葡萄葡 葡萄葡 長的 長的 是,因為我剛剛聽那個理事長說 算這裡啊 算是天空花園之開心農場 對 你們都把這個在 種在這個頂樓 對 是 你們平常這個地方 都是你們自己整理 然後自己種的嗎 對 這個怎麼吃好不好 這兩樣野菜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輪胎 葡萄葡萄 葡萄葡萄 我們要煮葡萄葡萄 葡萄 對 這個給它拆 輪胎茄 對 拆 怎麼拆 這個地頭 拿起來煮下去 燙一下 燙一燙 暖的時候就拿出來炒一炒 炒什麼 炒加那個 小魚乾 小魚乾 對 小魚乾 再這樣吃 這個不能生吃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可是很苦 很苦喔 是喔 所以是可以把這個地頭拔開 然後跟魚乾 然後炒一炒這樣子 這算是家鄉味 因為這個其實在北部 是很難買得到的 對 自己吃比較多 這個咧 這個是什麼 好 我們主語怎麼說呢 不好唸耶 可以啊 有一個字的音 什麼意思呢 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那個 那個 那個很長的 叫那個長長的 做這個的 做竹樓的 對 這個是藤 你說這個是竹藤 然後這個是它的藤心 對 好 那這個可以吃的地方在哪裡 這邊 這個有兩個 對 兩個 內層跟外層這樣子 硬的 硬的 這邊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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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剝 剝跟這樣一樣 那通常都會怎麼煮 先滾那個排骨 排骨 這個煮湯真的太棒了 對 我個人很愛 放下去 加滾 就 滾很久就 很甜了 滾很久就會比較甜 就比較不會那麼苦 對 這樣這一袋是已經都煮好了 煮好大概是沒有夾排骨吧 這個 對 這個還沒有夾排骨 我也沒有看到排骨 對啊 可是不用 這個煮起來就可以吃了 也可以 先滾那個排骨再放下去 已經軟了 這個已經軟了 對 它看起來是很像 是好像 就是 也不像 不像 對 竹筍很硬 它的口感跟竹筍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對 比較軟對不對 對 竹筍沒有苦 這個有苦一點 這個有苦 可是煮久了就會比較甘甜一點 對 對啊 那我要把這兩樣帶回去棚內 請我們竹筍來跟我們一起料理 OK 帶走 我怎麼知道這個水的 沒關係啊 我把它帶回去喔 我帶回去煮喔 也可以啊 是不是是你們的 好啦沒有 我要帶回去請那個營養師來幫我們分析 這個的營養成分 還有剛剛除了你所說的 可以煮湯之外 還可以做哪些 好 那今天謝謝你囉 好 好 謝謝 趕緊跟我們的健康專家 一起聊聊這兩樣野菜 車輪茄 以及黃騰鑫 馬上來歡迎今天的料理專家 江興義主廚 黃霧師 大家好 江興義 歡迎主廚 接下來歡迎的是營養師宋明華營養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明華 好的 這兩樣的野菜已經就在我的眼前了 第一個我們講的車輪茄 其實它的俗名叫做輪胎 為什麼說輪胎 像Terry我手上拿起來有沒有 就像是一個綠色的輪胎這樣子 因為它有大小之分 但是我們看起來是深綠色 這個是沒有蒂頭的部分 另外有蒂頭的部分是長這樣 對 但是它的俗名又叫做輪胎 雖然是車輪茄 但是它又是茄類 我們就來請教營養師 它有什麼樣的營養素呢 對 其實我相信那個 如果拿在我兒子手上 它應該真的會把它當成輪胎 對 很像玩具輪胎 對 很像玩具 可能就開始組裝了這樣子 其實阿美族人的確把它稱為 叫做輪胎茄 至於說有人把它的一個味道 因為它帶有一點天然的苦味 所以其實又有人把它稱為 叫做輪胎苦瓜 所以很多人就以為 它是不是苦瓜的什麼 遠房親戚等等 但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它就是屬於 像Terry剛剛講的茄類 所以它又稱為叫紅茄 而至於說茄類植物有哪些呢 包含大家一定想到 第一個番茄 對 茄子 馬鈴薯也是屬於茄類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屬於 營養價值很高的這些蔬菜水果 而至於說其實這個紅茄呢 它本身含有的一些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身經止渴 降火氣 甚至像夏天的時候 天氣熱很多人 沒有什麼胃口的時候 其實幫助我們調整 腸胃道的機能 其實這個車輪茄 都有滿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跟苦瓜一樣 是可以有類似像 身經止渴或 對 因為它帶有 天然的一個苦味的原因 是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看到 以前我們在花蓮吃到的方式 都是直接穿燙 講到穿燙 這邊就已經有 有一盤已經去地 而且穿燙好的輪胎 好 那我Carrie就來試吃看看 這個味道是不是 還是一樣那麼的苦呢 有 可是 它就是雖然苦 但是呢 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對 祖叔 是 這個通常呢 我們直接的料理的方式 都是穿燙比較多對不對 對 水煮啊 穿燙 對啊 那一般主人還是會用炒的 加一點那個肉絲下去炒 一定要這樣子嗎 一定要來試試看 我是不太敢吃苦瓜的 對 我是不是聽說它的苦味 比苦瓜還要苦 對 可是我覺得 這個穿燙過後我是喜歡吃 真的 這是一個家鄉味 真的 你喜歡吃代表我喜歡吃嗎 我們來試試看 觀眾朋友試試看 因為畢竟我也沒什麼機會 可以吃到這個車 對 因為這很難取得 這個是在花冬才有的 其實它 它穿燙後的那些湯汁 可以把它冰起來 做飲品 飲品 對 是這樣子嗎 我剛才嘴巴舌頭碰了一下 我就覺得有一點苦了 對 為什麼可以說做成飲品呢 因為它可以生驚止渴 就跟我們講的紅豆水的意思是一樣的 這好苦 很苦嗎 真的好苦 剛才節目開始之前 製作單位才問我說 需不需要一杯水 我說不用不用 現在可能需要一杯水 所以所有有苦味的東西 都帶有這種降火的功能嗎 其實真的有苦味的食材 說實在 站在營養的角度 真的都是營養價值很高的 像是這個輪胎茄 還有我們大家耳熟能詳 剛剛提到的苦瓜 裡面的苦瓜生態 其實對於我們的血糖的調整 已經非常多研究已經證實了 還有像是常年菜 過年會吃的芥菜 也有一些苦味 其實它本身的營養成分 也有一些抗癌的作用 還有像我們剛剛講國內 國外 歐美巨星很流行的這種 雨衣甘藍 雨衣甘藍 對 它其實也有一點苦味 那其實它的一些微量營養素 像維生素A 維生素C 維生素K都很多 所以其實如果本身你對於這個苦味 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覺得還滿好吃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多吃一點 其實對於營養健康 一定是有加分的 是 營養師 那這一盤我們就等一下都給你了 是其實是不用 對 那我們這個了解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黃騰心的部分 黃騰心TERRY我手上拿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從外表看黃黃的這樣子 很多人會誤會說 這是不是變質的角白筍 其實不是 有點像 但是它剝開完之後 外面是去殼去皮 所以它外面裡面還有一層膜 那膜裡面呢 就是它的肉的部分 我們通常會吃的是裡面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最常的食用方式 在我們原住民的料理裡面 最常的方式是 一樣也是水煮 也是 可是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你如果 如果是還沒有在去殼之前 因為以前比較沒有什麼瓦斯 還是什麼 都是直接用燙火 對 那就直接把整隻花燙火裡面 是不是像攪白筍一樣 就直接放上去這樣 然後熟了以後 然後就把它剝開 就可以直接吃了 是 而且它的味道 我印象中它也是一點 乾苦乾苦的感覺 來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這一集 這兩道菜 都是苦的 都是苦的 好挑戰主廚的功力喔 對 但是等一下它會有 不一樣的創意料理喔 但是黃騰心 它還有被稱為就是 蔬菜中的海鮮 為什麼有此之稱的 因為其實根據這個 農改所的這個 花蓮農改所跟那個 亞蘇中心聯合合作 來研究這個黃騰心的營養價值 發現它的一個微量營養素 包括像甲還有鎂 還有鎮 其實含量很多 尤其是鎮比較特別 因為甲跟鎮 其實在蔬菜水果裡面都滿多 但是鮮一般來說是在 海產 或者是一些肉類 蛋白質裡面 但是發現這黃騰心裡面的這個鮮 其實它可以媲美海產類喔 所以甚至是一般蔬果的八倍之多 所以其實如果有些人 他可能吃素 可是他不吃一些肉啊 海鮮的話 其實如果黃騰心它取收可得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這個 食材來做一個鮮的補充 因為其實鮮對於現代人來說 其實是很重要 而且滿多人會缺的 對 因為我們常常在電視的廣告 看一些保健食品 說男生補鮮 女生補鐵 那為什麼鮮這麼重要 如果說缺少鮮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健康 其實第一個 你剛剛講男生補鮮 為什麼補鮮 因為其實鮮跟我們的一個 精蟲的品質有關 是 比如它活動力等等 數量等等 而至於說其實鮮 對於傷口的癒合 比如說有些人會發覺 奇怪它傷口怎麼久久不癒合 其實也有可能是這個 缺乏微量元素心 甚至跟我們的一些 未嗅覺的退化 未嗅覺有些人吃東西 像很多小孩子 你會發現他小小 他不吃東西 對食物沒有興趣 去做檢查發現缺心 因為他對於食物的 這個味道的敏銳度 其實是不高的 我本來誤會以為是感冒 以為是鼻塞 或者是挑食 但是其實後來發現 他是缺心 所以有些醫生 其實他就會開心來做個補充 小朋友的這個食慾 就有恢復正常了 甚至跟我們現在這個 新冠肺炎 其實心跟我們身體的免疫功能 所以心急在我們體內 扮演的角色太多太多了 所以也不見得是只有男生 對女生來說也很重要 對 沒錯 對 所以大家每次講到心就說 你就吃那個什麼生蠔 或肉類這一類的 其實不一定 黃騰心也是好的 對 但是他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叫做美容界的聖品 對 因為其實黃騰心裡面 含著這個多酚類的成分也很多 那我們知道多酚類 其實對於現代人來說 其實很多研究已經發現 對我們身體的好處非常多 其中包括了抗氧化 因為我們很多的自由基 氧化壓力很大 所以它幫助我們抗氧化 所以對於我們的一個肌膚 甚至對我們心血管的彈性 甚至對我們身體的 慢性發炎的改善 都有些幫助 甚至如果你有這個 多酚類的一個存在 同時有維生素C的話 會1加1大於2 功能會更好 所以對於我們身體整體的 五臟六腑器官的一個保養 其實多酚類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分 是 所以不要看這兩樣 看起來都是苦苦的 然後外型好像不怎麼洗眼 沒想到它營養素 既然是這麼的高 對 可是主廚 聽說它的搬運跟保存 其實是不容易的對不對 就是它比較容易喝變 你切過以後它就比較容易喝變 是不是剝開之後 現在顏色就有一點不太一樣了 對 有點黃掉 這是跟蘋果的道理一樣 是氧化嗎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這個多酚類 多酚類受到氧氣的作用 就會產生一些化學反應 顏色可能就會做一些變化這樣子 是 因為這兩樣 都是屬於比較是高纖維的野菜 對 因為纖維素算是現代的人 如果說外食族的話 通常都是攝取不足的 對 如果說纖維素攝取不足 通常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當然第一個我們聯想到 就是排便不順 對 因為我們糞便的形成是需要纖維的 是 還有包括 如果很多人因為 為什麼會肥胖 因為它膳食纖維吃得少 相對它高熱量的澱粉 肉類 油脂吃太多 所以其實當你飲食中 如果纖維量足夠的話 蔬菜夠多的話 相對就可以壓縮你一些 高熱量的一個食材 就可以無形中 就可以達到熱量控制的效果 還有其實像纖維量吃得夠多 其實對我們的三高的控制 血糖 血壓 血脂 其實都有幫助 所以其實纖維 而且纖維其實附帶的也很多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多分類植化素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身體 各個器官 甚至癌症的預防 其實都很好 為什麼說高纖維的食物 它又被另外稱作是高渣的食物 因為它就是身體消化吸收之後 產生的渣 食物的渣會比較多 所以才會幫助我們糞便的一個產生 那如果牙口比較不好的年長者 對 這個就是我們擔心的 因為牙口功能比較差 他對於像我之前去仿射的時候 常常遇到很多長者 他就排便不順 但是他在電話裡跟你講說 有…我蔬菜吃很多 每一餐都吃一大盤什麼 當然我去仿射的時候 我最喜歡跟他們約吃飯時間 因為吃飯時間 你就可以實際看到他們吃東西的狀況 你發現對 他們真的餐桌上面有 至少兩三道蔬菜 也都有吃喔 問題在哪 問題就是 他只吃那個味道 湯汁 但是他那個吞不下去 他就把它… 你就會發現它旁邊是一個紙盒 然後都是放那些食物的那個 蔬菜的那個渣 但是其實那個纖維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但是沒辦法 因為他可能牙口功能不好 或吞咽不是這麼順利 所以他就把它吐出來 所以很可惜 所以一般來說 長者也是便秘的一個高危險群 像比方說我們去文劍站 我就發現說有一個竹竹他就很厲害 他把它打成是精力湯 對 就是全部用果汁機這樣打 然後就可以直接整杯這樣喝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辦法了 對 但是還是要有一個隱藏的一個 魔鬼藏在細節裡 對 很多人常常會打這些蔬果汁 但是你會發現他的水果 加的量比蔬菜多很多 為了甜味 好喝嘛 對 因為尤其是有一些蔬菜的味道 不是這麼好 所以為了要好喝 嗜口性要高 所以他就加很多什麼鳳梨 一些就是比較高糖的一些水果 那其實就變整杯 都像是糖水的感覺 當然不是像糖水那麼沒有營養 但是你會發現他的糖的比例高 那如果這個長者 他本身又有些血糖問題 或肥胖問題 那其實就會 營養攝取到了 但是也胖了 對 也胖 因為其實他們蔬果汁的確 對於長者 尤其是牙口功能比較差 它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覺得你要拿捏好 這個蔬菜水果的比例 還有有沒有額外加一些什麼蜂蜜啊 對 果糖 對 那個就是比較不太介意 偶爾還給他丟一點珍珠再加蒟蒻 真的 就變手搖引了 對 當然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 阿美族人在吃這兩樣的野菜 都是吃原味 但原味它真的就是只能這麼苦嗎 好 請教江主廚今天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料理呢 那今天準備兩道菜 第一道菜就是 那第二道就是 那第二道就是 好的 在麻煩我們江主廚之前啊 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不容易取得 對 主廚你知道它是坐火車來的嗎 我知道啊 從花東來的 但是我們執行特地坐火車去花蓮的 這個原住民的野菜市場買到的 而且它買完回來的時候就大地震了 是喔 對 差一點沒有辦法帶回來 這麼難取得的這個車輪茄 來 直接來料理了 好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有就是 好 看著我的手 對 有一個比較深綠色 就是這是還沒有煮過 還沒有穿炭過的 對 那這邊有比較有 就是比較淡綠色 就是已經有煮過了 那我這邊有挖了幾個 待會我們要做料理的部分 把這些挖起來這些籽 原油把它放在我們原本的那個 湯汁裡面再燒滾一下 是 讓它味道更好一點 對 那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的時候做 然後做一個冷卻冰鎮的動作 對 那個湯汁就可以直接拿來 做飲品來喝 就飲品啦 對 身經止渴 剛剛營養師提到 它又可以退火 對 又可以降火氣 好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 內餡的動作 好 內餡就是做那個 炒那個辣肉醬 辣肉醬 對 聽起來就好像很 義式法式料理的那個感覺 墨西哥 墨西哥 對 美國 那我們現在先下一點橄欖油 可以幫我拿一些那個燒 好 就我們的料已經都備好了 對 可是這個有點太大了 那我們再稍微做 重新來做切割 我們今天 今天的那個輪胎切比較小 對 那比較小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的料 就可以不用準備那麼多 是 因為到時候是要把它 組裝塞在裡面嘛 對 我們還要炒過以後 炒過以後 然後再 再甜餡 那甜餡完以後 然後再做一個烤的動作 了解 對 好 先把 對 蒜切末 然後下去先爆香一下下 我怎麼記得 我以前在師大的時候 師大陸有一個餐廳是 它是烤蕃茄 然後裡面是塞肉醬 可以啊 然後上面一樣是焗烤 對 意思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做辣的這個部分 因為輪胎切它本身就比較苦 對 那我希望就是可以吃得到 苦跟辣這個味道 對啊 那可以幫我拿一些那個絞肉 苦跟辣喔 對 把它結合在一起 對 其實 其實也可以做成 酸鹹苦辣的味道 對啊 好 好 再菇類 好 把它放下去 菇類 然後就絞肉 好 這個番茄也燒大塊一點 對啊 一樣喔 那我們就把它放下去 看看等一下喔 這個成品會不會 顛覆營養師的味蕾 對啊 我真的想要 因為畢竟我吃過 完全沒調味的 然後汆燙的嘛 對 那再吃吃看這個 也許我就可以接受 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炒香了以後 對不對 是 那我們現在來做調味的動作 好 好 那我們先把火關起來 好 這是胡椒粉 對 紅辣椒粉 白胡椒粉 對 還有一些辛香料的調味 對 還有辛香料 我大概可以想像一下那個口感 好 一點點的鹽 好 那就是 辣椒汁 是那個嗎 Tabasco嗎 對 辣椒汁 整個小火耶 難怪會有那個 墨西哥的那個風味 很辣 有 有 我現在已經覺得那個辣氣有沖上來了 對啊 那我們就是直接把它炒香以後 然後我們就拿一個盤子 直接先把它割起來 怎麼辦 我覺得那個肉基本上 再給我一碗白飯我可以耶 其實 其實墨西哥的辣肉醬 其實跟我們台灣的滷肉 滷肉飯的滷肉 意思是一樣的 滷肉飯 可是只是說這個是用炒的 不是 是 是 應該是說我們台灣的滷肉 滷肉就是墨西哥辣肉醬的 對 他們吃的是這樣子 原來墨西哥 辣肉醬跟我們台灣的滷肉 是有關一點的 沒有 只是比喻 對啦 然後烤箱先把它預熱 預熱 對 這個一般的烤箱在家裡面都有 好不好 觀眾朋友如果說你有去這個牛排店 通常烤有沒有 烤那個方塊型的那個吐司 這個就有了 大蒜吐司 對 對 所以如果家裡面有這個小烤箱 不僅是可以烤吐司 原來車輪企業可以這樣做 就把它填滿在裡面 對 把它填滿 然後大概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它外面可能帶有一點乾苦的味道 但是裡面就是酸 有辣 然後又有這個墨西哥風味的 Tabasco的那個辣醬在 對 那個口感 我覺得應該層次是滿多的 可以幫我拿一下起司 好 再來就是 對 然後我們就 起司 高舉耶 這樣子弄一弄 那整個跟你說剛剛說的青草比起來 一個可能180 這個可能賣580 對 對啊 這算是一個創意料理嗎 對 這樣子是 算啦 對啊 因為這個不可能在一般餐廳裡吃得到的 很難 那我們現在直接把 我們這個輪胎切 好好玩喔 看起來很像是半家家酒的玩具耶 對 好的 那在這個放進去的同時呢 接下來的第二道菜 就是名字很長 我到現在也背不起來的那一道菜 來 包包主廚 那我們第二道菜就是 騰心左飛魚軟乃滋 帕馬申甘辣 騰心左飛魚軟乃滋 帕馬申甘辣 對起來的辣辣植 太好了 對 好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等一下 我們要先介紹黃騰心 這是我 待會我會做 是黃騰心喔 對 黃騰心 聽起來好像是國小一個同學 好像有人名字叫黃騰心 這個是差一點沒有辦法回來的 黃騰心 遇到大地震 那我這邊跟大家做一個示範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取黃騰心的內心 對啊 要先去殼嘛 對 所以殼也不會吃啊 對 不會吃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刀下去而已 對啊 好像跟剖開那個美人腿 順子 順子 竹筍 對 一刀下去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剝開來 對啊 其實它剛打開的顏色 跟開完一陣子是不太一樣 對啊 對 然後這個東西又很怕壓對不對 對 搬運的過程 對啊 壓到又會變直 就會變直 你看這兩個就是有點不一樣顏色 對 剛剖開的 跟剛剖開一陣子的 好 那我們剖開以後 一樣我們就是直接來做切割 好 來做汆燙 對啊 你看喔 有聽到那個刀子的聲音 其實它在還沒有汆燙前 它是硬度是這樣子的 對 好 再取到裡面最嫩的部分 就是藤心肉的部分 好 那我們一樣就是做這樣的切割 對 你看 大概長度就是一口吃這樣子嗎 對 一段的這樣子 對 一段一段 是為了要保持它的口感嗎 所以不能切太小片嗎 其實看個人 如果你要切小塊也是可以 對啊 但是我們介意好看 我們介意要成盤擺盤 好喔 好 來 茄子部分我們就先把它關掉了 還沒 還沒 好 師傅說還沒 還沒 好 OK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切割好以後 這邊有一個 我們預先 已經是汆燙過了 而且還有擺冰塊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汆燙過以後 我們希望就是它的口 能夠保持它的脆感 對 就是用極速冰鎮的方式 對 因為我在想說 這通常只有日式拉麵或烏龍麵 才會這樣做 沒有啦 因為你過 就是沒有極速冰鎮的話 它會爛掉 也不是爛掉 它口感就沒那麼好 對 了解 那這邊我們已經把 原本就是 汆燙好的 汆燙又冰鎮好的 黃騰心 其實這道料理 其實它是 比較屬吃沙拉的那種感覺 對啊 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來做 做那個 盛盤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 這邊 我有弄一個那個 飛魚卵奶汁 飛魚卵奶汁 飛魚卵跟那個 美麗白汁 那我們現在 這個好吃 因為小時候我吃這個 都會覺得有 嗶嗶啵啵啵的味道 對 小柯的那個口感 好 給它平接起來 這個 被江主廚的這個 翹首一弄 看起來就很高級 好 那我們就是 塗上這個 飛魚卵奶汁 對 後面有點甜 然後裡面又有一點苦 剛剛是辣跟苦 然後現在是甜跟苦 好 那我這邊有準備了那個烏魚子 這個烏魚子有烤過以後 然後再把它弄成就是烏魚子末 對 那我們先把 烏魚子末 灑上去 烏魚子末 對 可以吃到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味道在裡面 對啊 這樣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藝老師你覺得呢 對啊 你剛剛怎麼不給我吃這個呢 對喔 好 因為本來穿上網是長這樣 然後現在把它擺上去說 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們那邊有那個生菜 就是紅酸膜的部分 可以把它拿一下 好 對 那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紅酸膜 來做擺盤的動作 這個 沒 這個就是把它組裝跟拼接 基本上在家裡面就可以做得到 對啊 很簡單啊 對 而且真的沒吃過黃騰心的生菜沙拉 對 對啊 如果說你要在家裡驗客啊 或者是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一個冷前菜 對 而且也是一個特色料理啊 我覺得 在都市太久的原住民朋友 如果說想要回味的這個家鄉味 就類似像是 結婚紀念日啊 情人節啊 都可以這樣子做給老婆吃看看 對 但是我相信應該很多人是不會做啦 但是這個看起來就是在家簡簡單 看過我們的節目就會做啦 對 所以剛剛這個焗烤的部分 對 焗烤的部分已經好了 對啊 那焗烤的部分已經好了 那我們的那個 騰心也好了 好 哇 前菜也好了 騰心也好了 好 好 那我先把那個 這有點烤披薩啊 對啊 不一樣的新滋味 對 成本完之後回來呢 我們就請營養師跟我 來幫觀眾朋友好好享用這兩道料理 上菜啦 經過姜叔叔的這個巧手一做之後呢 就要來挑戰營養師的味 因為剛才那個前面真的嚇到我 對 因為你剛剛是吃 汆燙的車輪茄 然後你說很苦 真的很苦 可是你目前這樣看起來 你覺得你可以 我剛才拖聞了一下 這味道我覺得我還滿喜歡的 你OK喔 對 但是聞跟吃又是兩回事 好喔 所以我可能要吃吃看 好 那我們就直接先從這一道來 對 車輪茄 然後裡面炒 辣豆醬 然後這樣 對 焗烤車輪茄 可以 可以耶 可以耶 可以 就是還是有苦味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對 就是它這個辣跟那個苦 真的就像主廚你剛剛說的 它整個混合在一起了 對 對啊 因為我希望就是說 那個苦的部分 由辣去把它去中和 淡化 對 淡化掉了 對啊 所以營養師 你剛剛是有提到就是說 每個人對苦味的 味蕾的敏感度不一樣 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我連那種苦瓜排骨湯 或鳳梨苦瓜排骨湯 我都覺得不行 後來我自己有上網查一下 其實每個人對於就是味蕾 對 可是上面味蕾對苦味的這個 接受的這個程度不太一樣 那我可能本身就是屬於 接受器比較多一點的 對 敏感度比較高 對 敏感度比較高 所以我可能 因為人生可能太苦 所以就別人說 還是少吃一點 那下一個疼心的部分 對 我剛剛有偷偷先問一下主廚說 這兩個哪一個比較苦 他說就是車輪前比較苦 對 車輪前比較苦 所以我想說 這個我應該接受度就會更高了 好 疼心比較乾 整個都可以吃喔 整個喔 整個都可以吃喔 完全不苦啊 也是可以對不對 而且疼心的那個脆度 對 是有的 有耶 所以為什麼要冰鎮 我終於理解了 因為冰鎮它主要還是 可以去掉一些少部分的苦味 然後留下那個乾味 然後再來 冰鎮它最主要的用意 還是希望可以保留住它的脆感 是 沙拉裡面有這個 疼心的這個脆度 我覺得好好喔 可是那個層次又再往上堆 口感又更豐富啦 那外面還有那個飛玉卵 那個啤啤啤啤啤 然後裡面可以搖到它的那個脆度 然後還有裡面它軟的 比較核心肉的部分 對 沒錯 是 沒想到啦 這麼兩樣喔 看起來本來不是很起眼的野菜 竟然可以做這樣的料理 觀眾朋友 在家也可以嘗試看看 當然 營養補充好啦 就是要換好運動服 回來繼續跟著我們一起 衣撒衣撒動 哈囉 歡迎收看衣撒健身房 我是孝哲教練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所有的教練 包括我都坐在椅子上啊 今天我們要用椅子來教大家如何放鬆 長期工作或者是因為生活的壓力 或者是你是上班族 你必須要長久坐 會有很多肌肉是沒有辦法放鬆到的 我們今天簡單的利用椅子 來教你如何坐在椅子上放鬆 如果你準備好 請先找到一個穩定的椅子上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老師 麻煩音樂請下 雙腳在你的臀部的寬度 雙手自然放在你的大腿上方 屁股坐在椅子兩側 吸氣胸口提高 吐氣慢慢地把身體放鬆 捲背往上 再一次吸氣提起你的胸口 慢慢地延伸胸放在下方 再捲背一節一節的待起 吸氣 放鬆 慢慢地捲起來 OK 我們要把右腳稍微朝向外側 左腳伸直朝前 盡可能地把兩隻腳踩穩 右手放在大腿上方 左手吸氣 吐氣延伸 讓你的左手臂跟你的耳機貼穩 OK 你的身體是保持著前方 胸椎朝前 左腿是伸直的 我們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做 勇士之的練習 當然練習久了之後 你也可以試試看 不要椅子坐 你要確定的是 身體胸口是朝著電視機前方 不要有任何歪斜 左手慢慢地恢復 我們要把左腳朝外 右腳伸直 左手放在你的左腿上方 右手吸氣向上 吐氣延伸 一樣拉長你的手臂 讓手指到你的腿部 都是維持一直線的狀態 你需要確認的是 肚子稍微地內收 胸口是轉向前方 保持著順暢呼吸 你也可以順便微笑 教練們有微笑嗎 有 是不是也可以感覺到 整個左側肋骨的延伸 有 輕輕地收回來 我們把雙腳踩回到臀部的寬度 雙手來到椅背的後方 肩胛往內收 提起你的胸口 讓眼睛從前方慢慢地看向 斜上方的天花板 OK 你需要注意的是 肩膀是由上往後轉 整個背部是往內收緊的 我們要打開你的胸口 長時間工作 不管你是做辦公室 或者是玩手機 肩膀容易造成緊繃 需要的是把胸口打開 比較不會脫背 再試試看 西西將脖子往上再提一點點 拉長你的頸椎位置 保持順暢的呼吸 慢慢地收下巴 雙手解開 吸氣 手臂往上 吐氣 我們將身體轉向右側 右手伏在你的椅背的位置 左手選擇放在大腿的外側 或者你也可以抓著椅子 同時提起你的胸口 將眼睛慢慢地看向右邊 去感覺肚子像擰毛巾一樣 把它擰開 放鬆你的腰椎 同時脊柱是延伸的 雙手吸氣向上 回到中間 我們換邊試試看 一樣 你可以用雙手的力量 把身體撐起來 然後讓扭轉的角度再更多 當然 剛開始練習 你可以一點點就好 讓腰部有扭轉的感受就可以 教練們感覺如何 舒服 腰部的放鬆 可以避免我們下肢帶緊繃 慢慢地轉回來 雙手吸氣往上 吐氣 我們來到下半身的伸展 請將你的右腿跨在左腳上方 OK 膝蓋指向外側 腳尖朝前 一樣 確認你是坐穩的 不要只坐一點點 容易造成危險 膝蓋往下放 雙手先吸氣往上 我們從肚子對折 讓手臂自然地落下 雙手在身體的兩側 讓手臂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自然地下沉 同時將肩膀遠離耳朵 下巴微收胸口 讓整個頭頂 頸椎 腰椎是自然的放鬆 這個位置你可以感覺到的是 大腿臀部的伸展 同時整個脊柱是自然的彎曲 沒有任何的壓迫 我們一起試試看囉 吸氣 吐氣讓手指往下走一點點 把胸更靠近大腿 有沒有感覺更多啊 有 非常舒服 雙手吸氣帶回來 我們把右腳放下 換邊試試看 一樣確認膝蓋只向外側 腳尖朝前 屁股坐穩 雙手先吸氣往上 吐氣慢慢的 手指引導向地板 同樣 同樣讓胸跟大腿靠近 去感覺整個大腿跟臀肌的伸展 肩膀遠離耳朵 下巴往胸口收 慢慢的收回來 踩穩雙手撐慢慢站起來 我們要來到椅子後方 在椅背的位置 雙手扶著椅背 雙腳稍微往後退 臀部維持在腳跟上 雙手延伸向前 從頭頂到尾椎自然的伸直 整個背部的延伸 肚子內收 雙手放在大腿上方 屈膝微微的捲背往上 今天的椅子放鬆操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